中国愚言 陈耀南主持 钟伟明朗众 朝六词编剧 张婉容编导 黄发之监制 我们这个中国愚言节目 是选取一些 中国著名的愚言 除了将原文朗众之外 并且以戏剧形式 演绎出来 同时更请到 陈耀南博士 分析他的哲理 今天所选的预言 是出自 雪陶孩史的坑迅 和出自 韩妃子的 忠恒文子出望 一人以杂 享树 游谓未足 乃从焊诗学其术 旺见之 但用子展语 盛水一平 沫名药酒 为何焊致礼 偶迹焊诗外出 为妻在家 知其来学知意 并所知知意 乃使一匹用胸盏传出药 请茶 实无茶也 又以两手作一圈药 请病 如是已 学坚者寄出 坚师乃归 其妻色述其事已告 坚师作色药 何乃廢此厚款 随用手作半圈药药 只借半鞭饼 够打发他 娘子, 娘子, 我回来了 阿飞, 你回来了 是呀 收不收到钱了 收到了 你走回来了? 当然走回来了 难道是飞回来吗?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说路这么远, 天气这么热 是呀, 很热 请顶轿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什么?请顶轿? 是呀 娘子, 你知不知道请顶轿要多少钱? 最多是十元钱? 最多是十元钱? 我老师 亚辰了 你得以为我不算计数吗? 资厨的 雪 精湛 generous 小伙 说你不是乖 我就是乖 怎麼會走回來的 當然 你的鞋呢 鞋子就在袋子裡 懂, 怎麼你有鞋子都不穿 娘子, 你也懂得說 穿著鞋子走五里路 不只是十文錢的 所以我就脫了鞋子 打赤腳走回來 為了十文錢 要打赤腳走五里路 豈不是拿虎離身 什麼拿虎離身 現在錢箱裡 大蠻蠻多了十文錢 是我知省色劍省回來的 我快被你氣死了 免得跟你說 好累, 又好渴 坐一會兒 我倒茶給你喝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娘子, 我說過多少次 我家裡不需要熬茶 只要去後花園 只要去後花園 看一棵梅樹就可以了, 是嗎 那倒是 看梅止渴 我沒有你這麼好想像力 看一棵梅樹就說可以止渴 好啦好啦, 就算看梅不可以止渴 那打口井水喝一下就行了 用不著煲茶這麼免得 又浪費柴火, 又浪費茶葉 阿飾, 衣食住行是人生必須的事 你連喝一口茶都要省 那做人還有什麼意義呢 什麼沒意義呢 省衣得衣, 省食得食嘛 沒錯, 折劍是一種美德理 不過, 你連必須的東西都去折省 就不是折劍的了, 而是淪食了, 你知道嗎 唉, 我不理你說什麼都好 總之我見到錢商的錢 有多無少的時候 那種樂趣, 你真是不能告訴別人 我沒有你這麼好戲 唉, 我真的沒見過像你這樣的人 當然沒見過了 你猜很容易找到一個像我這麼高燥毅的人 爹在生的時候 都時時讚我, 心思靈巧 我的慳術可以登堂入室了 唉呀, 你這麼孤寒 原來是你爹教你的 家傳秘方來的 娘子, 我雖然有這麼高成就 不過, 我不會自滿的 所謂一山環有一山高 爹在生的時候 就時時提起一個叫做古寒的人 他說這個古寒的慳術 認真登風奏極 那你一定上去找他了, 是不是 當然了, 可惜找極都找不到他 謝天謝地, 幸好找不到 不是, 黃天不負有心人 剛才我去收帳的時候 有人告訴我 古寒原來住在萬寶山下面 萬寶山離開這裡 大約大半天的路程 我便打算明天去找他了 是嗎? 阿石, 去找人要帶手信去的 你捨得了? 是啊, 買什麼手信去好呢? 如果不捨得買手信就不要去 不去怎麼行? 他的慳術這麼出名 我學了多少秘訣 一生受用不盡的 娘子, 幫我想一下 帶什麼去好呢? 你現在去拜師 那最低限度 都要一瓶酒, 一隻雞 一瓶酒就要的 一隻雞 怎樣? 就貴一點了 那不要雞, 都怕要條魚吧? 沒錯, 一條魚, 一條魚 一瓶酒, 大約一兩銀 一兩銀這麼多? 這麼多的 多過頭 行行行 娘子 什麼? 你拿個空瓶入滿一瓶水 要來做什麼? 這瓶就當酒 好, 還有 你拿一張紙和剪刀給我 讓我剪一條魚出來 請問古老師在這裡嗎? 古老師剛剛出去了 你是誰? 找古老師有什麼事? 我… 你有什麼事就告訴我吧 古老師是我的外子 哦, 原來是古師母 懂, 懂, 再下淪色 掃養古老師的慳術高明 希望能夠投入古老師的門下 學習一些慳術的秘訣 師母, 這裡有一點點禮物 五成敬衣, 望師母笑臘 一瓶… 酒 一條紫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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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茶吧 謝謝, 師母 什麼只是一隻空杯, 裡面也沒有茶 你這麼遠來到, 肯定很肚餓 吃一件大餅吧 謝謝, 什麼師母 用對手畫了個圓圈 就當是請我吃大餅的了 嗯, 阿倫色呀 我看古老師沒有這麼快回來的了 他回來之後, 我會把你的意思告訴他 哦, 好啊, 謝謝師母 好, 下地日再來見古老師啦 師母, 再下高退啦 不送啦 哼, 正式孤寒鬼 一瓶水, 一條紫魚 就想來拜師了 哼, 正式孤寒鬼 娘子呀, 你一個人這麼沉沉的做什麼呀 啊, 相公, 你回來啦 是啊 呢, 剛才有個叫做淪色的人 說來拜師, 學慳術喔 哦, 那他送了些什麼禮物來拜師呢 呢, 就是這瓶水, 和這條紫魚咯 什麼呀, 你這樣的東西就想拜師? 哈哈, 娘子呀, 你怎麼招呼他呀 不過我都沒有益他呀 嗯 我給個空杯, 當請他喝茶 哦 嗯 然後呢, 我就用對手, 畫個圓圈 當請他吃大餅咯 什麼, 娘子呀, 你真是闊老了 你怎麼可以請人吃整個大餅那麼多呀 唉, 你嫁了我這麼久, 還這麼敗家 啊, 你應該畫半個圓圈 當請他吃半個餅就夠啦 呀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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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慳術很好 一山就橫有一山高 孤寒的人更比他更孤寒 本來講慳講不好貪不好揮霍也有道理 我們聯想起清代著名地方官薛惠龍 薛時宇有個對聯非常好的 叫人不要貪,要省 他上聯說為政戒貪 辦理政治千萬不要貪心 可能是廉政公署的先導者 貪利貪,貪明亦貪 我們常識以為貪錢 接受非法迴勇之類的貪 其實貪名也是一種貪 人不外是物質的利益 和榮譽感的滿足 所謂的名和利 貪利貪,貪明亦是貪 物務昇華,亡正本 不要算貿,不要追求虛名 亡卻了政治的根本 這個道理本來是為了老百姓的好處 不要因為做官的人自己個人的名譽 想有什麼計劃實施出來 就可以威風一點 其實那件事可能是不實際的 就亡卻了政治的根本 貪那些虛名,貪利那種壞處 或者避免貪貪 當然大家懂得避免 但是為了一個好明星 推行不切實際的政策 許許許過很多空虛樂園 做許多一時風光的事 結果卸任後再 becoming Pope Paul 我們看看中外的家國 很多政治現象 恐怕會覺得一些話是維持的 有很多人都歌頌 多說做法真是對 真是慷慨維大 怎知後患後來就可以見到 當初認為要反對 認為要有所保留的 可能是先知先覺 有時有權病在手的人 為了千秋之名 或者一時之名 有時是不顧後果 這也是一種廣義的貪 這些貪真的要省一點 上聯是不錯的 為政界貪,貪利貪 貪名亦貪 物務昇華,亡正本 下聯說養廉為劍 養廉培養,廉潔的廉 就是靠劍 即是要省一點 你要為官者,如果有揮霍 尤其是以前的三權並不分立 司法不獨立 地方官有時是一個小皇帝、土皇帝 不得了 所以養廉之道 不要那麼揮霍,不要那麼火麒麟 否則的話,你貪、養、養、喜歡 就無法把守一個廉字 但是怎樣呢 劍幾劍就劍人 人非劍 這句話真好 節省自己是一種好的節省 千萬不要刻薄人 有些人自己固然節省 對人就更節省 這個就太過了 他說 義儲,頑重寬大,寶廉魚 即是 寬厚 這是 肢大體 不要刻薄他人 當然不是鼓勵奢恥的風氣 但是不要說 我吃這麼少東西都可以 為什麼這些人要吃這麼多呢 我吃半碗飯就飽了 有什麼理由你吃三碗呢 每個人的飯量就不同了 所以 劍幾劍就劍印 非劍 還寵 寬大 是保廉魚 廉就是廉政公署的廉 魚就是 舉一反三 浮字邊做一個魚 或者一角 廉魚就是保存一個 正直的原則 一方面保持一個正直的原則 清廉的原則 但是一方面也要 考慮人情 寬大 不要苛刻 不要留於黑薄 這些也可以說 中國傳統的一種政治的智慧 今天是否仍是 對用呢 我們可以想想 中橫文子出盲 尽忠行民旨出莫 和于怨忆 重者若 此息夫 公知故人 公係不休赦 且待后居 民旨若 吾常好音 此人为我名含 吾好配 此人为我欲还 是振我过者也 以求荣于我者 吾恐其 以我求荣于人也 乃去知 我收民旨之后居易胜 以献之其冤意 大人 大人,就快天黑,我們要找個地方下腳才行 好,反正莊載之眾的車隊還在後面 找個地方挾腳,等車隊一起走 是,大人,不過在下認為我們這次逃亡去齊國 不適宜停留在客棧或公眾地方,以免洩露行蹤 你說得對,那派匹快馬去前面,看看有沒有可以落腳的地方 應該有的,方才進入怨城的時候 在下打探到這個怨城的識夫,是大人的朋友 朋友?以前就是,但如今我得罪權貴召仰 不能在朝中立宗,以致要逃亡去齊國 他還怎會當我是朋友? 呃,不過在下覺得這位識夫和大人的交情是相當深厚的 就是這樣,我更加不應該去他那裡 蛤?難道大人恐怕連累他? 不是 那是因為什麼? 記得我在朝中貴為六兄之一的時候 我說一聲喜歡聽音樂 他馬上送一張典雅優美的琴給我 有一次,我無意中說喜歡配玉 他立即送一隻完美無瑕的玉環給我 哦 有時我做了些錯事 他不但沒有指出我的過錯 還不斷地為我掩飾,不斷地討好我 但是,大人你曾經給過很多好處 甚至如今他擔當識歡這個職位 都是大人來推薦的 他應該是感恩徒報 這種人絕對不會做感恩徒報的事 以前我有權有勢 他用配玉鳴琴來博取我的歡心 如今我無權無勢 只怕他會用我的生命去博取別人的歡心 哦,大人以為識夫會出賣你嗎? 沒錯,我們不只不可以去他那裡 而且還要趕快離開這個院食 好了,那我們繼續前行 為甚麼我們的車隊還來 對,大人不用擔心 車隊裝載了之中 進行可能比較慢一點 但是我們已經在這裡等了兩天 照樣他們都應該跟隨 在下已經派了黃章回頭催他們了 真是心煩 黃章回來了 黃章,怎麼樣? 報告大人 我們的車隊被識夫截住 識夫扣留車隊交給趙陽 想不到識夫真是這麼卑鄙 人心就是這樣 大人,我們都要盡快前行 無謂節外生之 好,吩咐喜行 是 中行文子出王這個故事 當然我們有時候覺得 好像怪這個朋友 怪得太過 韓非子太過強調人性的陰暗面 雖然那個朋友是投其所好 但是也是一場好意 好像現在我們在影視媒介紹 看到那些送禮物的廣告 你知道那個主人家大概會喜歡什麼 才送去,才有意思 或者是好意 不過這個故事有深刻一點的一面 就是我們自己的警覺很重要 雖然不一定是需要用不肖之心待人 但是禮下於人就必有所求 即使對方是在這個廉署防止賄賂條例 容許那個範圍之下 來送樣這樣的東西 但是 第一 自己是不是受之有愧呢 對方 為什麼會表示這種好意呢 實在都是想一下也是好的 不過呢 也可以說這個故事給我們一個這樣的教訓 就是說 有時候最好的朋友都會出賣自己的人 有心理準備 如果我們太強調這點 結果人就不可以有朋友了 韓非子就是如此說法 親到家人父子 夫妻父子都一樣 反目成仇 會在背後面前插一刀 好像那個 海薩大帝的故事 那個海薩法國 其中那刀就是他最親近的朋友 那個布魯達斯所刺的 連你都殺我啊 於是就 整個鬥志都沒有了 整個信心都沒有了 於是便能突然倒下了 一個人最慘 就發覺你最親最信的人 原來也是害你的人 精神上的心碎 比肉體上的心碎更重要 所以俗語也對 所謂害人之心就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無 為什麼這麼糟糕呢 因為有人太過複雜 亦有天使的一面 亦有魔鬼的一面 那這個韓非子呢 大概是時時都強調魔鬼那一面 而孔子孟子就鼓勵我們天使那一面 叫我們發揚那一面 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 而韓非子呢 他專門看到社會的黑暗面 人性的陰暗面 就強調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他這些事實上是為一個極權的君主 來說法的 所以那個秦王正 就是後來的秦子王 看到他的書 就會這麼高興 使你一起做的 明星期間 中文字幕作詞 洞窦 在北京 上 著歌 在北京 台灣 中文字幕作詞 亨詞 詞 過